hello 欢迎学习爬虫热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redis当中的那个列表操作 那么列表操作的话 其实啊 这个列表就相当于是我们python当中这个这个列表啊 就是一个key下面可以对应一个列表啊 一个key下面可以对那个列表啊 你知道的话啊 如果啊 在我们的这个redis当中啊 你不需要跟我们的这个python一样啊 你需要先穿一个列表 再添加数据进去 对吧 在这个列表当中啊 你只要去什么呢 啊 像指定的这个列表当中添加一个啊 值 那么如果这个列表它不存在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创建一个 好吧 好 那么这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d啊 然后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redis的客户端啊 好 这边 首先哈 我们来给这个列表添加一个元素啊 这个列表我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那个websites websites代表是代表的是这个网 这个呃 列表里面哈 装的是一些网站啊 装的世界网站啊 好 然后的话啊 你要给一个列表当中添加值 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法呢 这里边有两个语法 第一个语法是l push l push的话代表的是从左到右添加元素进去啊 r push代表的是从右到左添加进去 好吧 就像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广道页 对吧 有一个这样的广道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l push 那么的话就会从这边添加进去啊 那么如果你是r push 那么的话他就从后面添加进去啊 从后面添加进去 好吧 好 这里边我们来写啊 比如说l push 那个websites wbsids 聊天这个百度.com啊 这样的话就把它给添加进去了 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是l push 那么的话还可以什么呢 然后还可以什么呢 然后是websites 然后是谷歌.com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他就把百度和谷歌添加进去的 那么现在百度的话啊 因为他采用的是l push 他就会处在第一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 这个谷歌顶看谷啊 他是 才是啊 啊 push 说的话 他就会处在这个什么呢 百度的后面啊 他就会处在这个百度的后面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就是来看一下这个websites 这个这个这个列表当中有哪些值 那么要去查根这个列表当中有哪些值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条命令 叫做什么呢 就叫l range啊 这个l range 这个l的话 它就不代表这个左右的意思啊 这个l 它代表的就是list 就是这个列表的意思 好吧 列表的意思啊 好 那么l range 要是websites 只要的话 这个地方再给一个stop值以及stop值 那么start我们是从0开始stop啊 如果我们这里面给个-1 给个-1的话 代表的是啊 获取这个列表当中的啊 第0个元素以到最后一个元素啊 到最后一个元素 好吧 这个-1的话 代表的是 最后一个元素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百度.com 以及谷歌.com 啊 这两个列表啊 这两个值就就是在这个列表当中啊 对 并且他们的顺序也是按照我们刚刚讲到的 对 那么如果这里面l push 那个什么呢 wbbsites 我在l push 代表是从左边进加 那么的话 它是不是会在百度的这个前面啊 对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添加一个啊 要做163点看啊 好 这样的话也添加进去了 然后我们l range wbbsites 0-1啊 s 少了个s啊 好 l range啊 wb sr wbbsites 0-1 好 那么现在这个163点看嘛 是不是就在这个百度的前面啊 对 好 在这个百度的前面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l push以及r push的一个这样的使用啊 好 那的话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 对吧 就是这个l range的话 它是查看这个列表当中的啊 某一个区间之类的元素啊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l range wbbsites s 我查看0-1 那么的话现在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元素啊 谷歌那个元素就没有出来 对的 谷歌这元素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现在查看元素 我只需要查看的是这个0和1啊 我只查看了0和1 那么如果你想要查看啊 那个到最后一个就是的话 后面就可以给个负1 对的就可以给个负1 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就是这个移除列表当中的元素啊 那么移除列表当中的元素的话 也是分为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啊 就是啊 其实分为三种方式啊 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l popl pop的话 就是从最左边弹出一个元素 那么在我们这个列表当中 现在是不是里面有三个元素啊 对 那么你l pop的话 他就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开始这个元素啊 就是这个把它给移除掉 把它给移除掉啊 那么r pop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列表当中 它就会在这个列表当中 将它的右边的这个元素把它给移除掉啊 l r e m 这个这个命运的话 它可以什么呢 指定移除哪一个值 可以给它指定移除哪一个值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测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l pop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l pop那个wbsits 这样的话 他就会将websites这个列表当中的啊 第一个 第零个元素把它给移除掉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移除掉了好 这样的话 他就会返回移除掉的那个元素 对 然后我们在l range 就是啊websites0-1 这个的话 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只有百度和谷歌这样的元素了 对 好 这个的话就是l pop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这个r pop啊 r pop的话 就是从这个列表当中 将它的最右边这个元素啊 最后面这个元素把它给移除掉啊 好 那么就是r pop wbsits 啊 好 这样的话 他就会移移除掉了什么呢 移除掉了这个谷歌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l range啊 让是0-1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只剩下百度这个值啊 对 只剩下百度的啊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谷歌也是被移除掉了 这一次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命令啊 第三个命令lm的话 它是可以移除某具体的某一个元素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 我再来添加个元素进行 我先添加个元素进行 l push 然后是wbsits 再添这个谷歌.com进去 好吧 好 再来添加这个l push wbsits 然后是添加那个 哎呀 那个叫做什么呢 那个qq.com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列表当中有哪些元素啊 现在在这个里面当中的话是有那个qq 谷歌以及百度这三个元素对不对 好 我现在的话再来添加这个百度 好吧 l push 那个呃 wbsits 然后是那个百度.com啊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列表当中是不是有两个百度啊 对不对 有两个百度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lm啊 将这个列表当中所有的这个百度全部把它给移除掉啊 好 那么就是lm 然后是wbsits啊 只要这个地方我要给它移除几个呢 移除两个啊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移除要哪个呢 移除这个百度.com啊 那么的话他就会将这个百度里面啊 这个列表当中所有的百度啊 不是所有的百度啊 就是这两个百度全部都把它给移除掉啊 好 这样的话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没有百度了 对没有百度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从那个列表当中 从列表当中移除某一个值啊 移除某一个值啊 诶 这个code的话啊 这个code的话啊 这个code的话 它可以有三种值啊 有三种值 来看一下啊 如果这个code它是大于零的啊 如果这个code它是大于零的啊 如果这个code它是大于零的 那么意味着从表头 从这个列表的表头开始向表尾搜索移除与value相等的元素的个数啊 比如说现在刚刚刚我们这个里面是有两个百度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这个人给这个2的话 它就会从最开始这个位置往后面去找 找到找到两个百度 它就会把它给移除掉了 明白是吧 好 那么如果code是小于零的话 它就会从后面来开始移除啊 它就从这个后面来开始移除啊 移除与这个code它那个绝对之相等的那个元素啊 那么如果这个code是等于零的话 那么就是移除这个列表当中 所有啊 所有和这个百度相等的这个元素 全部都把它给移除掉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再来添加个lpush啊 wbsids 然后是百度点看嘛 对不对 好 这地方我们再来添加下啊 再来添加下怎么添加呢 这的话我rpush再来添加下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列表当中有哪些元素 现在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列表的列表头和列表一尾都有那个百度啊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我现在调养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lrem 然后是wbsids wbsids 我给个-1 给个-1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从这个列表的最末尾开始往前面移除 移除一个元素 移除一个百度这个元素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再给一个那个value是百度点看嘛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它只移除一个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的话前面这个百度是不是就还保留在之前这个百度已经被移除掉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复数啊 复数的话代表的是从后面往前面搜索 只要的话搜索几个呢 搜索与他等决定之相等的那个个数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了测试这个code等于0的情况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百度进去啊 l 或是那个appus 啊appus 那个websids的那个百度点看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列表当中有啊 也是列表头与列表尾两个元素啊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这个code 让它等于0啊 让它等于0的话 他就会将这个列表当中所有的百度全部的把它给移除掉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不是就只有qq和谷歌了 百度就已经被移除掉啊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移除一个元素啊 移除元素啊 好 那么如果啊 有些时候我想 我想知道某个下标对应的那个值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l indest啊 好 那么现在我想知道这个下标1的对于这个值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的l indest啊 然后是那个websids websids啊 然后是1 这的话他反过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谷歌啊 对 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下标的方式去访问这个列表当中的某个值啊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l indest l indest啊 好 那么如果我想要知道啊 这个列表当中它总够有多少个值呢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什么呢 lln啊 ln啊 ln啊 l的话代表是列表的意思啊 好 ln 然后是那个websids啊 这的话他是不是反过来的两个话 说明我们这个列表当中是有两个元素啊 有两个元素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啊 这个realis当中的这个列表相关的操作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